在宇宙中没有哪种物质可以永远静止 所有天铁都离不开运动 我们的太阳每一年都会带着八大行星 一起在宇宙中运动七十亿公里 这什么概念呢 太阳一年不到的时间就飞越了冥王星 中间还不带喘气的 而我们的探测器从地球飞到冥王星 飞了整整十年才到达冥王星 要是我们人类有这速度 早就离开太阳气了 太阳如此 其他恒星亦是如此 那么为何我们看到的星星的位置是相同的呢 北斗星一如既往地指向了北方 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在几百万年前 北斗星并不是指向北方的 我们和陆琪奶奶看到的星星是不一样的 公转不是地球这些行星的旋律 太阳作为恒星也是会公转的 比起太阳星行星的公转 太阳本身的公转非常的壮阔 它的公转速度超过了任何一颗八大行星 周期也以一年为单位计算 根据万有引力算出来的第三宇宙速度 16.7公里每秒 表示离开太阳系的最小速度 人类的攀子区旅行者一号 还得通过木星的引力加速才能达到 但是太阳的公转速度可以轻而易举的 达到220公里每秒 行星中公转周期最长的海王星 它的一年是164.8个地球年 当然如果还要再长一点 可以算上被出名的冥王星 一冥王星年等于247.94个地球年 太阳的一年也就是它公转一周的时间 大约是2.71个地球年 也就是说太阳上一次在这的时候还是二叠记 恐龙都没出现 按照这个公转速度 太阳一年的运动距离为70亿公里 相当于从太阳到刻意不大的距离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围绕太阳转 那么太阳围绕谁转呢 在太阳所在的银河系中心 有一个质量巨大的黑洞 天文学上称之为银星黑洞 又叫人马座A 所以别看银河系漂亮壮观 它的星可是真的黑啊 而且黑得很大 足足有400多万个太阳的质量 太阳就是在它的引力之下公转的 黑洞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吞噬怪兽 它会将一切靠近它的物质吸收掉 哪怕是光也逃不掉 我们的太阳有交易日会被这个人马做A 不会把太阳推下去吧 答案是 会 太阳正在向银星黑洞靠近 但是这一切发生之前 太阳自己就已经走完了全部寿命 变成了一颗白爱星 最后被吞没的时候 已经没有太阳系了 只有一个太阳的墓碑存在 银河系的一切恒星 几乎都受到了银星黑洞的引力控制 它们不可能逃脱银河系 就像地球不可能逃离太阳系一样 既然银河系中的恒星位置都在改变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 夜晚在天空中的位置都不变呢 中世纪的星象图放到今天 也依然可以使用 银河系的恒星和太阳一样 都在进行公转 每年的移动距离在几十亿公里 为什么这些星星的位置没有变呢 诚然 七十亿公里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把这个距离放到太空中 那是真的不值一提啊 这就好比两只蚂蚁在一张纸上爬行 它们爬得老卖力了 但是在一旁的人看来 这点距离连尺的边缘都出不去 这两只蚂蚁是入侵物种 原来坐飞机将它们送回南美的老家 对于蚂蚁来说 它永远不可能自己从亚洲爬回南美洲 类比下来 太阳和其他恒星就是这两只蚂蚁 再怎么运动 也就是在一张纸的范围 地球对于它们来说就是宇宙 所以 不是星星的位置不变 是这个变化比起宇宙来说 根本算不上什么 更不要替人眼观察了 如果想要用肉眼看到位置变化 需要等待几十几百万年 但是一个人的寿命 能耐心等到那一天吗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几百年的时间 也观测不到位置的变化 因此 中世纪的星象图 现在也可以用 想要看到一颗星星的位置改变 可能要从两百多万年前 人类刚诞生的时候观察 那个时候 说不定还没有今天的一些星座 此外 恒星们虽然在围绕银河中心的黑洞运转 但是这些运转不是杂乱无章的 短时间内会维持相应的位置 注意 这个短时间是针对恒星的公转周期来说的 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短时间 几百几千年对于一颗恒星来说 就是很短的时间 还有就是 太阳的公转周期太长了 大约2.7亿年 别说人类了 有几个物种的历史提得过这么长时间呢 这就好比人类可以在地球上看进一个月的月象 如果想要在太阳上看其他恒星的变化 那就得2.7亿年 才能看进其他星象 说白了 就是人类的寿命太短 太阳的运动距离在宇宙中太短 都是太短惹的话 然而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 我们的寿命观测不到 可能是预演未来几百万 甚至几亿年的变化 天文学家可以连续观测同一颗恒星 将它的运动数据写入程序 通过电脑模拟它未来的运动走向 比如 人类就模拟出了北斗星十万年年后 会变成北产星 同样的 利用电脑程序 还可以模拟出十万年前的北斗星 那个时候的北斗星 斗部分那颗天书星 距离第二颗天旋星很远 并且 位于第四颗天旋星的斜上方 形状也不是斗 不过天文学家们发现 夜空中的确一些恒星比以前暗淡了 2015年 瑞典国家天文台使用望远镜 对豺狼座方向进行观察 并拍摄了一张照片 对比2007年同一位置的照片后 发现少了一颗星星 这让人想到了黑洞的吞噬 毕竟我们太阳的公转 就是在黑洞的驱动下发生的 黑洞是超大质量恒星死亡之后的形态 我们所在的银河系有超过1000亿颗恒星 它们当然有大有小 天文学家根据恒星演化模型推断 银河系中的黑洞超过了1000万个 甚至有可能再上亿个 人马座A的质量 在目前发现的黑洞里面并不算最大的 相反 它还显得比较小 比如距离我们5500万光年的M87黑洞 它的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 我们的银河系好歹也是有20万光年的直径范围 不可能只存在一颗黑洞 有一种猜想是 银星黑洞很有可能不止一个 而是一个黑洞群 人马座A只是其中一个 相信很多人都担忧一件事情 那就是黑洞将太阳系吞噬 这个担忧其实不无道理 理论上银河系的黑洞数量在1亿颗以上 但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黑洞 不到这个数据的领头 黑洞也是会运动的 它们的运动轨迹 人类目前还不知道 比如我们的银星黑洞 它也有自己的公转 甚至在宇宙中还有流浪黑洞 比如漫游黑洞 SDSS G0927加2943 它是太阳的6亿倍 以900多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进行飘移 如果它们漫游到了银河系 就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呢 科学家们无法准确预计出来 宇宙中最古老的黑洞 ULAS J1120加0641 年龄大约137亿岁 它被认为是宇宙的第一批黑洞 总之黑洞远比人想象的复杂 它们甚至还分为很多类型 比如旋转的和不旋转的 带电的和不带电的 2022年NASA公布了一段录音 是黑洞吞噬星云的身影 因为星云的成分是气体 在黑洞周围形成了西部的介质 可以传播身影